音詞 曲 開始 以前 馬拉松還沒開始 你怎麼就滿身大汗了 我剛再熱身啊 哪有人熱身就跑十公里的 我怕準備不夠嘛 所以 超緊張的 終於要挑戰一場全馬了 你是否也很期待興奮緊張呢 以下提供給你一些 跑馬拉松的賽前注意事項 讓你挑戰出馬不慌張 人生第一場馬拉松 最好是選擇步道平緩 無陡峭波段的道路 畢竟42.195公里 可不是個小挑戰 讓我們先從平路開始就好 若你是特別怕熱或怕冷的人 也可注意賽事的季節 及起跑的時間 另外在報名挑選馬拉松時 也可留意賽事是否會提供出馬獎 許多賽事為了鼓勵跑友挑戰馬拉松 都會有增設各式精美設計的出馬獎盃 大家可以依自己的需求和喜好加購 馬拉松賽前 你可以事先了解好賽事地點的交通方式 跑步時的路線圖 讓自己心裡有底 以下也提供給你 當日必帶衣著裝備清單及記物清單 一起來看影片和我們一步步做準備吧 第一個最重要的是號碼布及別針一定要記得帶 有些計時成績的感應晶片是會附在號碼布背面 所以沒有這個的話可是會讓你無法進賽場跑步 即使計時晶片和號碼布是分開的 還是建議大家盡量都要別號碼布 因為中大型賽事的場邊通常都會有專業攝影師替你拍照 有別號碼布的話 方便你在玩賽之後上網找照片 分開的計時晶片通常會需要綁在跑鞋上 提醒大家可以提前綁好做好準備 跑鞋部分 切記別穿心愛的新跑鞋 一定要穿自己平常練跑時 穿得非常習慣的鞋子 要是穿了新鞋跑發生不合腳 某腳的情況可是非常痛苦 相信大家應該都有類似的經驗 幫忙配數的跑表或是手機也是相當重要 尤其人生第一場的馬拉松可是非常值得紀念 一定要把所有的成績和配數記錄下來 方便之後做調整 再來也很推薦可以戴帽子 無論你是夏天還是冬天 晴天還是雨天去跑馬拉松 帽子都可以替你遮風擋雨擋太陽 隨身行李裡面可以準備毛巾和一套乾淨衣物 方便跑完之後擦汗 並把身上濕衣服換下來 當然每個人的跑步習慣不太一樣 以下東西你可以斟酌選擇自己要不要配戴 以上清單你都準備好的話 就帶著愉快的心情放膽去享受吧 並請記得前一天一定要早點睡 儲存好足夠的體力 相信你一定可以跑完你人生第一場全程馬拉松的 加油